Hello 歡迎來到我們職場Marketplace 今天很開心來到明愛專上學院 邀請到我們一位朋友 學生事務長Anna 叫做學生事務長 Anna 是不是處理整個學生的學業 那是否就是頒獎 我們不是處理學生學業 我們是關注學生的健康成長 和他們個人的發展 所以我們會做輔導 和會做學生發展的工作 那包括現在很多朋友很關注 就是這些朋友畢業之後 他面對工作壓力 或者家裡的壓力 都會幫助他做一些舒緩 和career planning 是啊 我們其實都有一個career center career center 我們都有同事負責 不過同學在讀書的過程 可能遇到很多學業的困難 情緒的壓力 涉及到當然是未來的計劃 人生的計劃 我們的輔導員都會和他一一探討 我們知道明愛專上學院 其中在護士這個領域 和社工這個領域 都有很多同學報讀 沒錯 我們暫時來說 全港學校裏收護士學生 或者是收社工學生 是最多的院校 最多 那是不是代表 學校的資源者最多 資源最好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學位方面 在這兩個系列裏 在得到評審局的規定 或者是允許可以有 那麼多學位 可以收那麼多學生 我們一年可以收400個學生 社工可能一年都有 有百幾二百個學生 但申請者 譬如護士的課程 我們可以有六千個人去申請 而社工可能一千個人去申請 所以競爭都很大 平均好像真的要十個同學 去欠一個學位 沒錯 但這些朋友仔 可能畢業了 我也老了 我以前讀A-level 這個年代 現在是DSE 我們以前是ABCDE 現在是五粒星星 星星 和五星星等等 好了 不知道現在的朋友仔 面對讀書的壓力 比起以前十幾二十年會考 A-level 這個制度 和現在DSE 是否差別很大 我相信壓力一定是大的 不過我們現在在講 即場marketplace 當然想講一下 我們同學的出路是怎樣 我們想講 在來到這裡讀書的同學仔 可能他只是中學畢業 又或者他的成績未必這麼好 不過來到這裡 我們有很多的機遇 只要他有心讀書 可以由一個最基礎的 中學文憑課程讀起 然後拿到文憑課程 可以繼續在這裡 選一些中學科目 到他高級文憑 然後再有興趣 又可以讀我們的Degree Course 即是說 可能短短四年之間 可能拿到三個證書 然後不足以後 我們發覺真的見過那些同學仔 挺好的出路 並且他可能在其他大學 再讀一些Master 又或者找到工作 都是很理想的 嗯 不知名外這邊 如果同學仔不出業 求職的時候 你會不會幫他 找一些Internship的機會 或者一些Full Time 長工的機會 這邊可不可以做一個職業配對 好 我們就不是直接做職業配對 不過剛才所講 我們最大的兩大學 是社工或者護士 譬如護士 這幾年都是100%就業 因為他們博士之後都很搶手 很多醫院立即可以聘請他們 社工當然也會是 我們未必是直接跟他做配對 不過這兩個職業入面 找工作是很容易的 嗯 如果再有朋友仔 他想繼續去升讀 不知名外有沒有其他offer 一些學習的機會 給這些朋友仔 可以繼續去進修呢 對啦 我們都很努力 因為要邁向大學的路程 今年來九月 就會開設一個Master的課程 所以有心讀書的同學仔 除了在我們自己院校繼續去上升 其實在未來 如果在我們這裡拿了畢業 有些證書的時候 拿了學位 其實有很多同學 都會在其他院校裏面 讀碩士 或者去外國讀書 明白 太好了 看來我們不用擲機的時候 因為可能將來我也有機會 在一個名外專上學院裏面 讀一個Master 可能過了一排的時候 看到我多了一個Title 是一個Master的畢業的同學仔 稍後回來 好 我請Anna再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行業裏面 學習得更加好 有些小小竅門 如何讀書讀得好些 待會再請Anna和大家分享 好 稍後見 拜拜 Anna 你究竟社工 其實真的讀些什麼學科 其實社工裏面 有一些Micro方面的東西 也有一些Macro的 Micro方面 我們美觀點去看 當然會有些心理學 基礎的心理學 社會學的簡介 然後我們都會看看 個人和社會之間的 例如我們英文 叫做Human Behaviour and Social Environment 就是看看一個人的行為 和他周遭的環境之下 互動是怎樣 除了一些理論的課程之外 我們都會讀一些 技巧方面 當然要學一下怎樣做輔導 或者同學都可能要選一下 他想做老人家 或者智障的服務隊長 還是做青少年的 就不同的層面 去做一些輔導的話 他要學一些技巧 同時當然有些是做Community 要Community Development 一個社區的發展 應該怎樣去做 有什麼技巧 這幾方面都要去處理 這是基本上的一些課程 這些同學子可能讀中學 或者學業成績慢慢的時候 他剛來明國專職學院讀書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一些信心問題 學習動機低的問題 絕對有 這些情形 尤其是我們辦學 如果社工說的初期的時候 剛剛起始的時候 我們的課程中 真的給同學子 可能全部會考 即是真的零分地進來 也有 當然現在 因為競爭大 我們都做得很好 修身方面成績好很多 但是看著過往 如果成績不好的同學 只要他有心讀書 原來他們是可以改善自己 可能在一、兩年之間 透過了解自己 透過老師和他們的 循循善友和大人 個人的自信心提高 或者自尊感提高 他們其實是做得可以很好 並且我們的社工系的同學畢業 有些不同其他的學院畢業生 就是因為他們經歷了很多人生裏面的 起起跌跌 原來他們的成績不好 公開示效得不好 並不是他沒有能力 可能只是有很多客工的環境 導致他好像成績不好 但是只要在這裡 我們給他機會 然後我們發現 他們過往的挫折、失敗這些經歷 全部都成為靜能量 而且將它們轉化 然後成為一個幫人 一個很好的機遇 我們覺得 我們獲到很多的畢業生 將自己人生的經歷 轉化為他幫人的力量 對於我們做老師的 都是很鼓舞的 各位同學 無論你的起點是從哪裡開始 又或者無論你過去 究竟得失成敗是怎樣 我都覺得 要好像我們明愛尊上學院的校分 就是要忘記你過去的一切 而且努力向前奔跑 我們的校分是自強不息 我相信無論是對學生 對我們在籍的人士 全部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鼓舞作用 因為我們自己 只要珍惜自己 肯定自己的力量 並且向著你們的目標進發 至強不息一定可以 創足自己一邊 新天新地 一個好的前景 加油啦